突然一道水柱衝向天際 烏克蘭南部新卡科夫卡市的水壩遭到炸毀 地孽伯河沿岸已有八個地區泛濫成災 大壩下游的赫爾松首當其衝 烏克蘭人警告一旦大壩完全倒塌 1800萬立方公尺的水量宣洩而下 兩千五百平方公里 接近九個臺北市的土地 都將淹成一片 CNN更透過衛星照分析 新卡科夫卡大壩早在潰堤前幾天 就已經遭到破壞 這麼做對俄軍防守非常有利 質疑是俄羅斯動手腳 白宮不敢妄下定論 聯合國安理會也緊急召開會議 俄烏兩國純槍舌戰 互控對方才是始作勇者 但最慘的是烏克蘭人面臨三重災難 隨著水位持續上升 災難嚴重程度 再過幾天將更加明顯 最無辜的依舊是烏克蘭人 三里新聞 楊俊宗報導 青稻宗 青稻宗 回答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